我是一个命运多舛的性格存在问题的人,九岁时母亲喝农药走了,姐姐当时还在上小学,她跟母亲在家。父亲是一位修路工人,工作地点离家很远,常年不在家。我从小喜欢在外婆家生活,母亲走的那晚还在外婆家熟睡。半夜,姐姐跑到外婆家,说妈妈喝农药走了。 当时年少不懂事,后来才知道失去了最亲最爱的人。从那一刻开始,就注定了一辈子缺少爱和安全感,害怕失去,害怕失去原本属于自己的一切。 后来父亲找了后妈,我转学去他们家附近的乡镇小学上学。初一的时候,因为写了一篇日记,里面写了外婆,舅舅,爷爷奶奶,叔叔,姑姑他们对我多么好,就是没写后妈对我的好。 结果是,她把日记本烧了,打我的脸和鼻子,从那之后到现在一直爱流鼻血。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对人性有了偏执的认识,不再相信人性本善,不再相信真情和爱。 我选择住校,再也不去那个女人家里。 每周末都会跑几十里山路去外婆家,外婆洗衣做饭,准备洗澡水,督促写作业看书学习。 周日早晨天还没亮,就起来为准备早餐和住校一周需要的酸菜,咸菜和豆瓣酱等,还要打火把送我,一直到天亮遇到同学一起上学。 上高中到了县城,离爷爷奶奶家近了,但却离外婆家远了,半年或是一年才能去一两次。 当然也是住校,一个星期去爷爷家一次。 在高中期间,又经历了人生又一大变故,从小爱我,疼我养我长大的外婆去世了,感觉世界一下子变得黑暗了,没有了光明。 那个给我爱,给我幸福,给我家的温暖的人走了,永远地离开了我。 当看到外婆的灵鹫时,不相信这是事实,远远地跪了下去,擦着地面,走到外婆灵鹫面前。 没想到还没来得及尽嚣的外婆,永远离开了自己,再也不能肆无忌惮地撒娇了,抱怨了,吃外婆做的美味佳肴了,穿外婆洗得干干净净,带着洗衣粉肥皂味的衣服了,最亲最爱的外婆也走了。 我的世界里又多了忧郁和孤寂,又少了一份爱,温暖和安全感。 高考没考好,读了一个师范类大学。 大学毕业后,就到广东来了,一待就是八年,这八年里有爱恨情仇。 悲欢离合,初恋是广东的一个女孩子,工作的同事,三年多的感情,最后不欢而散,因为受不了我的性格和脾气。 女孩子分手时说,你要的是一个像妈妈一样给你爱的女人,而我做不到,你缺少的爱和安全感,我给不了。 而且,两家人也不赞成。 后来,过年回家,经亲戚介绍,认识了现在的老婆。 有人说,缘分这东西,真的不好说,我们的相遇,相识,相知,相爱,不到一个月。 女孩子因为信任和爱,跟我去了广东,去了工作的地方。 那段时间,是这辈子最开心,快乐的时光,每天在食堂打饭回来一起吃,周末买菜一起做饭,一起逛街,看电影。 幸福都晒在朋友圈里,都表现在自己洋溢着幸福的脸上。 一个月后,老婆去了佛山,不能天天待在一起了,感觉失去了很多,害怕因为距离,因为时间导致两人的感情发生变化,害怕失去最爱的女人。 但只过了几个月,便一起回老家订婚,见双方家长亲戚,拍婚杀照。 终于有了自己的家,有了做梦也没想到的,却一直期盼着温暖的家,有了爱我,疼我,愿意为我相扶到老,永不分离的爱人。 原本到这,应该算是人生的赢家了吧,虽然没有洋房轿车,没有充盈的家资和存款,但总算有家了,有疼爱我的人了。 老丈人一家,也是勤勤恳恳,老老实实的农村人,丈母娘愿意拉鞋底做鞋垫,老丈人逢人夸我懂事。 有出息,老婆更是愿意为我付出一切。 在第一次王赌犯了错误,家人原谅了我,还帮我还债。 老婆在我犯错误的情况下,不仅没有离开,反而为我生了儿子。 丈母娘辞去工作,回家照顾老婆,让我安心工作,但是却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路。 忘了感恩,忘了学习,忘了自己,所以会重盼清理。 有今日之祸,是自我救赎,还是沉沦至死。 自己变成曾经最痛恨,最瞧不起的模样,不是社会太现实,而是自己咎由自取,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。 而且对赌总抱有幻想,抱有侥幸心理,终成今日之无法挽回之局面。 父亲,爷爷奶奶,叔叔婶婶姑姑们,姐姐姐夫,朋友们,还有最想念,最爱的儿子,对不起你们。 无数次想过一死了之,想过彻底结束这噩梦,可连死的勇气也没有。 赌徒不可原谅,不可饶恕,不能同情,只有真正借赌才能回头上岸,过上正常人的生活。 每天,让家人跟着自己担惊受怕,每天生活在黑暗中无法自拔,那数字,那么多的债务,总不能唤醒良知和责任吗? 现在终于到自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了,后悔晚了。 当彻底醒悟,不再想赌的时候,一切都晚了,家没了,工作没了,老婆孩子也离我而去了,只有巨大的债务和无尽的黑暗,痛苦与自责。 可这些有什么用呢?谁让自己不懂得珍惜和感恩,活该要去承受这一切的痛苦,与被逼债。 活该实之无畏,夜不能寐,忧郁至此。 曾几次踏上十四楼的阳台,以为纵身一跃,一了百了,却不止我跳下去,我的儿子,父亲和爷爷奶奶呢? 让白发人送黑发人吗?那比痛苦地活着自己去承担责任和后果要容易。 但那是自私,逃避现实和责任的懦弱行为。 好死不如赖活着,今晚这些反思和痛恶,只有自己明白。 多少人也曾经与妻子,孩子相隔万里,但他们没有作茧,毁了自己和家庭。 而自己走到今时今日,把所有人的信任当成了你肆意妄为,烂赌成灾的筹码。 所以,活该。 总想着把亏进去的,输的钱弄回来,却不知赌博十赌九输,他就是个无底洞。 越想赢就输的越多,直到今天,家破人亡七里子散,欠下巨债。 如果还不回头,还不认错,就真的彻底完了。 多少次,多少人劝过他,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,他总是不听,就算听了,也管不了一段时间。 他到底怎么了? 是什么蒙住了他的心智和意识? 又是什么让他变成现在这个人不忍鬼不鬼的样子? 是钱? 是压力? 还是他自己价值观,人生观出现了问题? 曾经那么善良,节俭的他哪儿去了? 曾经那个为了存钱娶媳妇,为了给父亲买件衣服,为了给爷爷买个按摩器,而省吃俭用。 加班工作的他,死哪儿去了? 曾经那个舍不得打车,宁愿坐几个小时公交车去汽车站的他,又去哪儿了? 曾经那个爱钓鱼,甚至为了钓鱼,坐几个小时公交车的他,去哪儿了? 都是赌博,都是幻想,都是金钱和冲动,把自己毁了。 直到输完了所有,连吃饭,回家的钱都没有了,把身体搞垮了,才知道一无所有了,成了孤魂野鬼了,成了丧家知犬了,才清醒了。 可现在清醒有什么用?还得起巨额的高利贷吗?能把失去的家庭和老婆孩子重新找回来吗? 不能,现在什么都做不了,就是一个废人,一具行尸走肉,一个真真正正,彻彻底底的赌徒,一个没有尊严,没有感恩之心的废物。 一个不值得任何人同情,怜悯和爱的人,他活该,他自作自受,他就应该去死。 不要让家人为他担惊受怕,不要让家人被他连累,不要让亲朋好友被他欺骗。 可他现在不能死,他就得为他自己犯的错来承担后果,我就得痛苦地活着。 为了我的父亲和儿子,他必须得活着,哪怕被人用口水淹死,被人戳着脊梁骨,骂他没用。 无能,懦夫也得活着。 他必须坚强,勇敢地承担一切后果,直到他用自己的行动和努力换取所有人的原谅和信任为之。 今夜之后,他必须重头再来,重新来过,脚踏实地,认真工作,时刻把感恩与责任记在心里, 把他欠所有人的信任找回来,把他对所有人的亏欠弥补回来,无论多久,哪怕一辈子,他也必须做到。 从明天开始,他必须站起来,改变自己,彻底和过去说拜拜,要以一个全新的自己来迎接未来的每一天。 如果大家看完影片,有得到一点启发或帮助,请帮我个忙,订阅频道,给这部影片点赞,希望你可以分享出去,我们下期再见。